张选的父亲是前海基会秘书长焦然和 曾经参与国王会谈 是早期两岸交流的重要推手 他听到女儿一在演唱会上秀国旗 引发了争议 接受UdnTV访问的时候表示 做父母的难免会担心 不过张选的创作都是强调 人与人之间的友爱 绝对不会操弄正直 这个安普啊 他是一个单纯的歌手 那我想他绝对不是一个 怎么样呢 非常了解政治 或者是玩弄政治的人 这个所有的人都应该都知道 那但是他除了唱歌之外 他非常关心关怀这个社会 我想他他的一切的努力 都是想要使人跟人之间更为友爱 做父母的当然都关心自己的子女了 他这一路走来 名跟利向来都不是他的考虑了 但是我并不 当然并不表示说 但是我并不希望这个事情 再给他太大的困扰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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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